他缺了一脚,他不快乐 他动身去找他那失落的一脚 他一边滚动,一边唱着歌 哦,我在找我那失落的一脚 我在找我那失落的一脚 嘿哟哟 我要去寻找我那失落的一脚 有时在太阳底下暴晒 但接着又淋了场冰冷的雨 有时被冰雪冻僵了 但接着太阳出来了 身子又暖和过来 因为缺了一脚 他滚不了太快 所以他会停下来 和虫儿说说话 或者闻闻花香 有时他会超过一只甲虫 有时甲虫又超过了他 这是他最美好的时光 就这样不停地滚着 飘扬过海 哦,我在找我那失落的一脚 跨过高山 跨过海洋 跨击千辛万苦 我再找我那失落的一脚 穿过沼泽与丛林 上山 下山 直到有一天 他终于找到了 我找到了 我那失落的一角 他唱道 我找到了 我那失落的一角 历经千辛万苦 我找到了 等一等 那一角说道 你先别唱什么 历经千辛万苦 我不是你失落的一角 我不是任何人的一角 我就是我 就算我是别人失落的一角 那也不会是你的 哦 他沮丧地说道 打扰你了 真对不起 他继续滚动 他又发现一角 但这一角 但这一角太小了 这一角又太大 这一角又尖了点儿 而这一角又太方了 有一回 他似乎找到了 非常合适的一角 但是 他没有握紧 掉了 另一回 他又握得太紧 弄碎了 就这样 一直 一直滚动着 滚动的过程中 显向环升 掉进坑洞 撞到石墙 后来 有一天 他又偶然碰到一角 看上去非常合适 你好 他说 你好 那一角回应 你是别人 失落的一角吗 我不知道 啊 或许 你想成为 你自己的一角 我可以是某个人的 同时 我又是我自己的 哦 或许 你不想成为 我的一角 那倒未必 或许我们不合适 那 合适 非常合适 终于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他又开始滚动 因为 他现在 完整了 他滚动的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他从来都没有 这么快过 快的 不能停下来 和虫儿说说话 或者 闻闻花香 快的 蝦蝶 蝴蝶 蝙蝶不能落在 他身上 这一角 但是,他可以唱他的快乐歌了 他终于可以唱 我找到了,我那是落的一角 他开始唱 我找,我那是角 我,我落,我里见 找,我,我 天哪,现在,他完整了 可他,却连歌都唱不了了 因为,这个完全正好的一角 把他的嘴巴堵得死死的 啊,他想到 原来,是这样 于是,他停下来 把那一角轻轻的放下 慢慢地往前滚动 他一边滚动 一边轻量地唱着 哦,我在找我那 失落的一角 我在找我那 失落的一角 嘿哟哟 我要去 请找我那失落的一角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